那现在冬天到了很多的花肉呢也都在家现在没事了 就说那个老花一你说冬天养花到底用不用肥啊 这个养花用不用肥啊 你一定要了解你看这个植物还长不长 它跟人一样 人睡着了还吃饭吗 我睡着了我还吃 你猪啊你睡着觉你都吃 它是花你把它当成人你别把它当成猪 这个植物如果说还正常的生长 你不要开花结果长叶子 它在你们那个地方生长得很正常 你就正常的用肥 像我们这边你外面的那些树全落叶子了 它肯定是不用的你用了它也不吸收啊 你就比方说老王睡着了 你说这来大王大郎吃药了他能吃吗 他肯定吃不了你这睡着了他不吃 还有一个人就你们刚牵插的那种小苗 你千万你别想着就赶紧用肥 你让他长小苗快快长吧 你多用点肥那不行 你牵插的那种苗最起码长根长叶了 你看他最起码长出来四刀八个叶片了 你都已经新长了你可以薄肥慢慢来 好吧 还有就是小小的苗少用肥 还有就是大家刚移栽或者说刚买回来的那种花 你起码得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别给它是非 最好一个月左右别给它是非 有的话什么一个月那么久 人啊一天吃三到四顿饭 植物一个月才三到四顿饭 像那人饿一天一点是没有 你搞的跟很神秘一样 养花很难吗 用肥很难吗 还有的话我说老花 哎我可以我可以在页面喷肥吗 可以你避开一下花 有的话我都跟憨似的 那个开的是百花齐放 上去一壶这个肥料给它喷上了 都喷到花上了 到了第三天花花黑了 变色了 尼了 他说老花你家肥料不行 这不是谁家的肥料不行 你谁家开着花 是吧谁家开着花那个去喷水的就跟人一样谁睁着眼去洗头啊不不闭眼睛吗 这个是个笔八第四肥料就这么点事 他把你的话说用什么肥肥料无非是弹链甲无非是弹链甲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你就看看弹链甲就完了 有话说我不明白不明白回去不会生物老师就 你烦死了一天 烦死了 我知道我一天 要我最正义 小姐的一天 不见不见 白了